3比2横扫越南第95分钟绝杀球是不是无垒踢进了慢镜头还原真相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在视频开始先了 辛苦大家长按一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本期视频和大家聊一下 那么无垒呢最后一颗绝杀球 那么到底是谁踢进了 那么众所周知那么在今天凌晨一点钟 那么国足呢也是赢得了一场艰难比赛的一个胜利 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3比2的决赛越南 那么帮助中国队呢取得了一场艰难的一个胜利 也赢得了首胜 当然这场比赛那么对中国队来说也赢得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一开始我们取得了一个领先 但是后面又被越南给追上 那么关键时刻就在比赛即将结束的这个前一分钟呢 无垒也是踢进了这个球 所以呢当时啊很多人也是为无垒感到喝彩 也是为他呢感到高兴 但是啊那么在赛后呢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提到这颗进球之后呢 那么无垒却提到说 那么这颗球呢当时自己并没有碰到 所以啊其实很多人也非常的这个啊 很很有疑问究竟这颗球呢 是不是无垒踢进了 如果说不是无垒踢进了 那么到底是谁踢进了这颗进球呢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还原一下当时的一个细节 那么其实啊可以看到那么当时呢 其实球是传到了王生超的界边 然后呢他是直接这个踢球进门 但当时呢那么无垒也是啊这个冲了上去 也是想啊去啊这个助力一把 但我们也发现了 其实最终了这颗进球之后呢 那么无垒呢也是冲向队友进行一个庆祝 所以呢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说 那么这颗进球肯定是就是无垒进攻了 所以包括啊那么赛后的一个进球成绩呢 也算到了无垒的身上 但无垒呢并否认了这个说法 那么到底这颗球呢是不是他踢进了呢 其实我们从侧面的一个直播镜头当中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当时王生超传球之后 这颗球在无垒的一个啊接触之下 也是啊很明显他的一个路径呢发生了一个变化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当中的细节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慢镜头回放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最终的一个进球呢 真的是无垒给踢进去了 虽然说王生超在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是助力那么助攻啊啊 这个帮助了很大的一个部分作用 但是最终呢也是无垒呢改变了他的方向 并且呢最终进球 所以我们可以啊确定的说呢 其实这颗进球呢就是无垒贡献的 虽然说他之所以的啊 说自己啊没有碰到这颗球呢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 应该就是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呢 他并不清楚那么自己身体有没有接触到这个球 但是我们从镜头当中回放也可以看到 那么无垒呢的确是改变了这颗进球的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颗进球呢 归归到这个无垒的身上的成绩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所以其实啊那么从这颗进球的一个贡献当中 也恰恰可以啊看得出来 那么无垒呢作为一个著名球星 他的一个觉悟包括他的一个敏感反应 是非常厉害的 那如果说不是无垒关键时刻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 可能王生超这个助攻很有可能就会被越南对手给拦了下来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就不能够拿到这个艰难的三分了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也真的要为无垒呢点上一个大大的战 如果不是他的一个关键时刻的聪明反应 那么中国队呢还真的不能够啊三比二决赛越南 所以接下来还是希望呢无垒包括其他球员也能够继续啊拿出一个好的状态 毕竟呢越南并不是一个最强大的对手 那么接下来还要面对很多的一个挑战 那么国足们呢能不能够拿出一个好的成绩呢 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只有拿出一个好的状态踢出一个好的成绩呢 接下来才能够确保一个小组第三的一个成绩出现 所以还是希望他们接下来能够好好的加油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